非常好 有多好 超好 老子要怎么搞 有进步 那老子说你有进步有没有很开心 有啊 有进步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 这里没有分数 更没有所谓的第一名 句话一段简短的叙述 针对每个孩子 他在你这一年的授课过程当中 他的表现 做的一个评论 而不是那种量化的 用数据的 比如说打分数 位在宜兰县东山乡 最所磁心华德福中小学 500多名学生有42个教师 创校12年来 一路坚持 不为学生打分数的教育理念 汉卫是9年级毕业生 参加基策 考上宜兰高中 即将进入一个全市打分数的环境 对于未来 有彷徨有担心 还是会有点害怕害怕的 让自己努力一点在读书上面 应该也可以跟外面一样 尽管过了求学这一关 进入社会后 孩子的竞争力够吗 真实的竞争力是一个人 面对这个世界 他的感受 他的想象 他的创意 他能够全力以赴 专注投入的能力 看到这当中孩子充满了什么自信 增感 所以我感觉说 这样的才是真正未来这个社会 真的需要的一个公民的竞争的能力 是在这边 而像这样的教育方式 在芬兰这个国家彻底落实 而且还创造了全球落差最小的教育成就 这项评比 是由OECD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每三年进行的国际学生评量普查 洋气传统教育的优胜劣败 强调平等跟启发 找出每个孩子的能力与兴趣 手机大小Nokia 以及现在最夯的手机游戏 愤怒尿 都是来自芬兰 这一个530万人口的小国家 从一个北欧国家 到台湾的小乡间 让我们真实看到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好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 他们真的是 其实能够念这样的小学 我觉得是父母亲有勇气 因为小孩子呢 其实他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完全是他的父母亲监护人 有这样的勇气 不打分数啦 或是没有排名啦 我先讲奉心好了 因为奉心是妈妈 现在孩子都大了 如果让你再学一次 你会让小孩去念这种 没有排名的学校吗 我会希望 可是坦白说 我真的是会考虑到说 接送啊很多 还有生活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这样子环境之下的老师 应该都是快乐的 而且这些老师 我相信他们 应该还是充满热血 为什么 不是说他们比较优秀 而是呢 他们不会动辄得救 我觉得现在的老师 现在你们做出来的调查 有36% 他是以教师作为第一志愿 我很佩服这些老师 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师 是处于一个 彷徨不知方向的一个环境里头 我今天我努力的去逼成绩 另外一批家长不欢迎 那我说 好那我们就开始自由开放好了 那这一批的家长又不欢迎 所以我往哪一个方向 都有家长不满意 都有家长要投诉我 那我到底该做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觉得台湾的老师的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分裂的问题 我们社会是整个分裂的嘛 你倒是应该要去追求考试成绩呢 还是追求快乐学习呢 你如果要追求快乐学习 我也碰到一个家长 他的儿子念建宗 他就觉得考试才是公平的 因为 不然我才逼成绩 我哪有可能说 让我的儿子讨建中 你都说快乐学习 那像我们这种老苦阶级 我们的小孩要怎么翻身 他讲的好像也是有道理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我们社会不能够确定 那个教育该走一条什么模式 要不然就干脆 有一些学校专门通成绩 有一些学校专门快乐学 我觉得老师好歹知道 我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做选择嘛 你要我逼成绩的 我就去逼成绩 你要我去逼快乐学习的 我就好好塑造那个快乐学习 然后不要我往这个方向 这边的家长骂我 我往那个方向 那边的家长骂我 我觉得这才能够真正让老师 在我们这个社会分裂 我也不期待 虽然我自己心里头 有一个我认为教育好的模式 但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就干脆让他分裂 就像市场分众一样这样 对啊 因为你在家长 他其实真的有两派 而且主张要考试的 要严格去督住小孩 将来在社会上才有成就的 这样的家长都 让他要很快乐的 这种一般家庭本身就不错了啦 中产以上 那让小孩觉得快乐 或者家长是高知识的 但是等将来小孩长大可能会恨你 害我没有竞争力 对他可能会这样 所以这个也很难讲 向哥 对 那我也是两个小孩子的爸爸 我记得是八十年初才有所谓的一个森林小学 对 那时候我也经过这种考虑说小孩子要不要送到森林小学 但是后来我决定不送去 因为我们过去都有一句话说 说生日若没免 没生长 人家若没讲 没生人 所以我们以前大家都有老师说过了 说过今天我们有怎么接受这种的 那种教友方式 最近在美国有一个虎妈 虎妈 很出名嘛 我中国人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美国人的教育不一定跟我们合适嘛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学美国 那其实我从小一路上跟我小孩子一路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都是做家长代表家长委员 那坦白讲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一样 那你一定弄两派意见 我们都来说 那个科学要不要辅导啊 要辅导 家长要不要来兼课啊 那老师他本身有自己的小孩子等等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家长委员比较注重学业的 那其实都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弄得很好 那现在因为社会的进步太快了 潮流进步太快了 有很多不识认的老师应该要赶快给他退休 但是我们政府的预算有限 很多不识认的老师不退休 然后很多有这种所谓的热情的那些老师 他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正式的教育 都是流浪老师兼课的 那我的小孩子非常非常幸运 他从一年级开始都遇到那种刚刚毕业的老师 那真的是很热忱的啦 很热情的 甚至国中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老师 他自己的小孩在那个类似放牛班 大学都靠不开 那个高中都考到那学校 他每天都弄到七八点才回家 这种老师 现在我跟所有的老师都还保持很好的关系 所以就我的比较救世的观念 我还是学着说其实要稍微的体滑 要稍微的给他压力 小孩子你想想看啦 建哥很客气说稍微 小孩子都没有给他压力 那个小孩子真的外公一样 不一定他不会想那么也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出的是几种可能性 就是说在台湾部分有能力有想法的一群教育工作者 或是父母亲可以把孩子送到上去 不用量化 类似森林小学 我觉得他有他 maybe现在一个若干的市场模型 可是以台湾过去这个教育改革改来改去 我不赞成现在大改 我觉得应该解决现在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讲非量化 大家全部来的非量化 我觉得以台湾现在这个架构会越改越惨 当然不能够一步而成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两派意见 就像你要买玉龙车或买冰式车一样的 随你个人的喜好 我觉得比较像清朝末年谈自由恋爱一样 全部的家长都在质疑 媒术之言有什么问题 都造就了家庭的幸福 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如此 我相信 可是这是一个进步跟保守 跟一个不进步的问题 所有让学期不但快乐 而且要健康 我有时候在捷律上面 看到小孩子背那么重的东西 赶那么大早晚上回家 他连健康都算不上了 所以我百分之百的赞成 而且我认为教育单位应该更积极更主动 尤其从小学 全面废止名次 排名 教育有两个本质 第一个有些东西是要学 可是完全跟名次无关 比如说体育 是我要保护我的体 要训练我的体能 它有什么好跟不好的 你第一我第二 又不是每个学体育的人都要比赛 比赛才有12345 体育它是不能够排名的 四字怎么能排名呢 有一些呢 可能有分数的必要 连刚才我讲的体育 连分数都不必要 有一些有分数的必要 也不必要排名 比如说我本来就鲁顿一些 所以我得了一个90分 或者高分 假 那个人怎么学呢 他的字写的就慢 他就一个1或1 可他不需要去排名嘛 说小孩子从五六年级就知道 他是这个社会的中下等 这一点我无法讲完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没有排名了 其实现在情况是没有排名 但是现在还是会有一个状态 我的意思就一路 你知道吗 治愈哦 比如说他一路考试都是前一二年 结果他体育不够好 毕业的时候 没有拿县市长奖去告老师 告校长 我拿刚才媒体 刚才我们前面有VCR写的是芬兰 我们刚刚想 我自己不但在森林小学上 我现在还教那个 根本不上学校的中学生啊 还不是小学生 在家自学 根本不要文凭了 这样子的家长 我当然知道 非常先因为学校教义官 可是我总觉得 参考德国北欧 法国这些国家的中小学 完全没有丧失竞争力嘛 也就是他们这种快乐教育 一路到中学都没有这样子的排名 他没有上市竞争力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啊 当然因为姚老师 因为他家的那个小朋友很优秀 我们也认识 但是 是不是每个家长都会这样想 我看很难 因为这是一个 谁也睡不了 而且 你说欧美现在没有上市竞争力 30年后 他会不会输给中国 还很难讲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看不出来 现在看不出来 那中国是最近才 这几年才开始在大成长 开始在吸收各国的知识 这个东西很难讲 你知道 但是哦 我们教育到底是怎么了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四个大学生 跑去台北市的大家公园 和平公园去抢劫 去抢劫啊 他们还不晓得 这是大的罪啊 至少要被关7元以上 到底教育怎么了 回来告诉你